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本集 要講助理財的契機 我是琳達 觀眾朋友們記得幫我們節目 在列出來YouTube上 先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因為您的支持是我們努力的動力 好的觀眾朋友們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做股票其實聽說也有潮流 就像衣服也講究時尚一樣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為什麼做股票有潮流呢 好的那我們今天要歡迎 我們好久不見的股市老師傅 江慶財師傅 師傅好 琳達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師傅你知道最近大盤 其實不是很好做 對啊因為波動很大 可是我聽說 近然股票有潮流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的那股票當然是有潮流 你看過年之前都流行什麼 大型股 那時候都漲台積電 台積電 台積電 有沒有那個時候 不要說怎麼走在路上 怎麼買台積電 然後我們的神山就對了 整整都說台積電 對那過年之後 過了一個農曆升級 過年之後呢 台積電一直跌 每天跌每天跌每天跌 人家在講台積電 你就被罵 為什麼 同樣是一檔台積電啊 就是一個潮流 一個趨勢 當這些資金都跑到這邊來 這個股票就是好 當資金轉到這個地方來 這個股價就不好 所以說做股票來講 潮流跟趨勢啊 你說所以說做股票來講 你如果做久了 可能大家都知道 順勢而為 這個勢就是潮流 就是潮流 你懂得潮流 就好像琳達來講 你大概沒有看過穿喇叭褲嗎 沒有 以前流行喇叭褲的時候 你穿迷你群就被人家笑死了 就是一個流行嗎 怎麼那麼醜 那現在來想大家流行穿牛仔褲 你去穿喇叭褲 你說你這次對對走出來 會被人家笑 對對對 跟著趨勢走就是對的 是 那那個老師啊 那師傅我們聽說啊 最近啊綠能也很流行對不對 所以你說的這個潮流就是綠能嗎 對 那當然來講 趨勢潮流很多 有很多種 流行這個流行這個 但是跟著政策走就一定不會錯 為什麼 因為政策就是我們國家的一個大方向 你看張作某如果在30年前 不是有這個 有我們國家行政開發基金去投資台積電 你看看 現在成為我們富國成為台灣 在全世界的一個驕傲 所以你跟著政策的角度去走 是怎麼一定對的嘛 是 那你看我們小雲總統 到處都是去綠能 現在來講 2025年我們是一個揮核家園 是 那你揮核家園 如果說你還 你沒有核子 你電力又不夠被人家罵 那你用電 你那個用核電 用那個煤氣花太多污染空氣 也是被人家罵 是 那你用天然氣來講 現在又有一個導礁公投 也是被人家罵 所以最安全最安全的 他們也知道就是說 我們用電又不要被罵 就是這個綠能 而且綠能來講 不是只有這個重要而已 全世界的這些國際大廠來講 它規定就是說 你要做我的產品 比如說你要做Apple的產品 要做什麼都要綠能 所以跟著政策 跟著世界潮流 綠能剛好就是走在這兩個的一個尖端 對 可是師傅 綠能就是我們都知道環保 可是最近有個很夯的名詞 叫魚電共生 對 什麼是魚電共生 魚電共生 大家是說魚跟電 一找魚來發電 那麽魚那麽油來油去來發電 真的嗎 當然不是啦 魚電共生就是說 因為畢竟來講台灣的土地有限 那你要去做那個太陽能的一個發電 需要很大的一個土地 那很大的土地來講 農地現在也不能用 那你這個比較大型的一個工廠來講 你看起來算很大 但是實際上佔地是不廣 因為它好幾樓 那什麼叫做魚電共生 魚電共生就是我們魚月跟電去結合起來 就是在我們那個養魚的水池上面 蓋太陽能的一個電板 因為養魚那個地方都很大 這是個巧思 對 這是一個巧思 這個叫做魚電共生 所以說我們政策也知道說 現在土地越來越難找 所以魚電共生來講 就成為我們未來幾年最重要最重要 推展在整個太陽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對 好的 那為什麼這個國家呢 到底是要怎麼樣來推廣我們的魚電共生呢 我們請師傅帶我們來了解 好師傅啊 首先請問 魚電共生呢 到底有產生什麼樣的效應 好的 魚電共生它的營運模式來講 就是說 我們大家要講的 一減二股夢啦減四股啦 你聽不懂台語喔 就是說兩方面可以具備啦 因為我一方面可以養魚嘛 那我在養魚的上面 我可以用太陽能來發電嘛 那是不是我養魚來講 如果說我的技術成熟 我不減少我魚的一個產量 那所以我在上面多太陽能 這個花的電量是很可觀 因為你去那個餘溫看一下 那個地方都很大 對啊 而且餘溫往往在靠近這個海邊 它的這個太陽又特別大嘛 是 對那你這樣是不是兩方面的效應就出來了 雙贏 對對又一個雙贏 第一個來講我養魚有養魚的收入 那搞不好你經過某一種改善來講 沒有影響 而且產量還會增加 是 因為它這個太陽能在上面 下面的溫度就不會太高嘛 養魚你看就一直打氧氣嘛 那那個太陽能又可以發電 又把電話給台電 是不是很這個兼聚到 而且來講你的土地取得也是很容易嘛 所以說餘電工程來講 它有去一個多方面的一個效益 所以說這個東西來講 難怪會成為政府一個發展的一個重點 真的 那師傅啊 那這個餘電工程呢 它的重要到底重要性在哪裡 好餘電工程的一個重要性來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去 進進在這個整個力能產業來講 就是說你第一個土地來講 越早越不容易嘛 現在就是加強屋頂的 但是屋頂來講 因為每個屋頂太小了 你要把它聚集起來 然後再輸電去給台電來講 困難度比較大 成本也比較高 對成本也比較高 那餘電工程呢 第一個它地方夠大 是 地方夠大 所以說它產生 第二個來講呢 它可以產生的一個效應 就我跟大家講的 不會對我們的生態 環境有任何的一個影響 所以這個也是就是說以前來講呢 以前要餘電工程是很困難的 對啊 那個技術做不到 對 不是技術做不到 你仰一仰那個 發電下面的雨時光光 對不對 所以以前技術是做不到的 那現在來講不一樣 現在這個技術已經成熟了 那成熟來講 這個大家需要力電 我想這個大家都不用解釋 大家都知道嘛 因為現在來講 我們有像這個用水 有一個用水的這個大戶條款嘛 用電有一個用電大戶條款嘛 那不只有國際也要用綠電嘛 對 所以說這個餘電工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第一個 你你農產 你在農地上面去蓋這個太陽冷的話 你影響這個下面的 這個農作物的生涯是很大的 那餘電工程就不會有影響 所以說它就變成一個很重要 第二個來講 它的土地都是很大 你取得來講比較簡單 對 那最重要最重要來講 就是餘電工程來講 對於這些漁民來講 我又有養魚 又有這個重券 對 我又賺這個太陽冷 那當然這個整個效應上來就是說 其實你不用政策去鼓勵大家 就想著要嘛 這個就是說 我覺得設計這一個 餘電工程這一個人很厲害 那技術一增成熟 所以說它整個能源轉型來講 就變成一個多方的效益 所以就我剛剛想的 一減一口 沒了減一口 就是說 就是說你可以得到很多方面的一個效應 這個才是很大的一個重點 是的 好 那師傅啊 你剛剛講說 餘電這個共生呢 是所謂的國家政策嘛 那請問現在有國家隊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的 那你當然要發展這個來講 雖然說餘子看起來很大啦 對 但是可能 這一塊是 這個我們的那個 陳處長的 這一塊是誰的 每一個也都不一樣嘛 那說要整合來講 還是要國家隊去整合 那國家隊出面整合來講 第一個它用國家的資源嘛 那第二個來講 它可以很比較有效率的整合 我可以怎麼樣給各位的大家去獎勵嘛 所以你看 就是說你要去發這個太陽能也好 你要風力發電也好 你要用這一個所謂的這一個 餘電共生的發電也好 都是需要國家去整合 所以你最先打入這個國家隊 你就什麼呀 你就請了一個領先的地位嘛 對啊 因為你可以第一個技術的取得 那第二個來講 土地的取得 第三個我們這個 對整個太陽能來講 都是有獎勵的 所以餘電共生的國家隊就很重要 我到這邊要聽清楚喔 那現在來講 你不曉得買什麼股票嘛 這個股票還今天看起來怕怕的 好像最近跌對 那這些有些股票像台數藍牙 也漲了又 獲利又沒有出來 那怎麼樣 未來就是說有很多人投資股票來講 你如果做一個比較長線的一個趨勢來講 我跟著國家的政策就不會錯嘛 所以對 所以餘電共生來講 但是人家跟國家 你跟有一些太小的 萬一它倒了怎麼辦 所以你一定要找什麼 國家隊 有國家隊來講 國家認證的 對像我們的疫苗 也是要國家隊什麼的 要國家隊嘛 所以你要餘電共生這個來講 也是要國家隊來講 才能隊 你投出國家隊你就不用怕嘛 因為什麼有政府幫你 對呀 不會倒 對不會倒有一個獎勵 而且來講 這個後面的資金 技術的來源都不會有問題 所以餘電共生大家就說 雖然它很重要 但是你不是說 喔 它講餘電共生你就相信 你要相信 有化上國家隊的保證 這個又不一樣 對因為它就是一個保證 沒錯 是的 好那師傅再請問 那國家隊呢有這四家公司 對 那請問這四家公司 誰的表現比較好 好那國家隊來講 就是說很多人都不曉得 因為餘電共生 還是一個新的一個產業 對很多人不曉得 那國家隊來講 我們特別幫它整理出來來講 有1529的樂視 3576的聯合再生 6244的茂迪 茂迪這個大家耳熟聽一下 都是太陽能嗎 對那6477的一個安景 這個是在整個餘電共生裡面的一個產業裡面 那其實哪一家最好 對 哪一家最好 很簡單你看這個數字看出來就知道 第一個一定要有賺錢 那第二個來講 它股本來講 還相當的才剛剛要啟發階段 那第三個來講 氣數已經取得土地了 這個東西就很重要 那其實你這樣比較看起來來講 我覺得1529的樂視最好 為什麼樂視最好 因為來講大家現在等到太陽能 你就想到想到什麼 那都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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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樂視啊 已經連續三年賺錢了 哇 對 而且不是只有賺錢 它很大方 它在這個 配息嗎 這個對 去年有配息0.5毛 賺了就8錢 那今年來講 賺了0.6也要配0.5毛 你不要想看這個0.5毛 說 跟台今天不能比 問題那股價現在十幾塊 是 你如果20年前 你去買台積電也五六十塊 它是國家隊的培養 所以這邊看起來來講 就是說以獲利的穩定性 跟它的一個股價的一個淨值比來講 你看它股價淨值比最低 對不對 它的股價最接近它的淨值 所以說我認為 如果要去選來講1529的一個樂視來講 就是說以目前來講 是選擇相對安全的股價 它是這四家表現一個比較好的一家 沒錯沒錯 是的 好那師傅那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國家對他們各的優缺點 好的 那貌底大家都知道 那以前太陽冷的電池裡面的一個大廠 那現在他也知道說 整個太陽冷的一個模組 太陽冷的電池在這一塊來講 要獲利比較不簡單 而且完全要靠國家的獎勵 所以他現在也介入了這個所謂一堅公升 那這個聯合再生來講 是很多加工是以前很多太陽冷電池 要這個電池廠結合起來的 那主要產品來講也是太陽冷的一個模組 那像安琪大家知道 安琪來講它是做電廠 算是在整個台南安蘭區那邊來講做電 他的一個獲利來講算是比較穩定的 那目前你看他的一個模組 大概是150到160到100萬瓦 但是他就可以讓他的獲利 每年大概穩定維持兩塊多 那這個是比較穩定的 那樂視是未來的一個明日之星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他以前來講 你看到他以前最主要來講 他本來樂視是做很多的 這些相關的電子產品的 那麼在兩年前經過一個大幅度的減資 從55.6億減到變7億 所以現在什麼 對對輕薄短小 那最大的一個是什麼 他開始介入整個太陽冷 所以說如果投資朋友要去想來講 我們現在要投資太陽冷 不是去投資太陽冷的電池廠 是太陽冷的電池 那電池的一個明日之星就是餘電共生 所以要去找這個餘電共生的這個國家隊 那我覺得樂視來講就是一個首選 是師傅一直強調 就是餘電共生 沒錯 那師傅再請問 那其實我們講到這邊 對餘電共生有一定的了解程度 那麼就觀眾朋友而言 師傅你有沒有什麼操作面上的一個建議 好的 那其實來講 這個我們講的 為什麼可以講他講的一個國家隊 第一個來講 他當然是電要賣給台電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以前來講 他就是在做台電的這些重數配電的一個系統 所以跟台電的一個關係很好 那去年來講有增加 有這個 因為他選資之後資金也不夠 有辦一個現金增資下來 所以現在手上有錢 有錢就可以去蓋這個 因為你知道蓋這個一定的工程需要很多的一個錢 所以你要有資金 然後他參與這個星能太陽能電廠的一個重建工程 這個部分來講也取得一個成效 最重要最重要來講是什麼 樂士有兩個副爸爸 副爸爸 這麼好 對啊 就是說你為什麼可以把他稱國家隊 他是國家隊中的國家隊 他有兩個副爸爸 一個是什麼台電 我們剛剛也講過 第二個是什麼台速集團 哇 很雄厚 對啊 這個兩個最雄厚的 當然你說台速集團來講 剛我以前在台速集團上班 你看台速整個集團來講 自從六千蓋起來的 整個經濟規模來講 當然是不可小事 所以他要去支援樂士這個來講 相對是很重要的 那樂士來講 以後他發的電也可以提供給他 因為台速來講 他雖然自己有電廠 他也是要綠能 以後我們這個時候用電大副條也要綠能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很重要 最重要最重要是什麼 他取得台南市 22.6MW的一個土地 開始要怎麼樣 他的魚池開始要 很大嗎 很大 你看那個 比那個 比那個安吉的還要大 所以他已經取得土地 已經都簽約OK了 那麼預估來講 開始新鮮到 今年下半年 就有產生的這個電 那產生這個電有一個好處 就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第一個他不需要很多人去管理 這麼方便 因為他電就太陽很照下來 就有電了 對 你就固定一個時間去清理就好了 第一個你不需要很多人員 第二個來講你坐在那邊每天就有錢會進來 因為你把電賣給台電 這麼開心 那第三個來講 因為他不需要很多人去管理 他整體的一個費用就會降低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說 第一個他有那個技術 他才敢去招標 第二個已經有取得土地了 因為現在來講取得土地很困難 很困難 很困難 所以說公司來講 你看看 就是說 我剛剛講說 那是已經連續兩年 去年配花0.5元的現金鼓勵 今天也配花0.5元 那如果說這一些現金鼓勵是來自什麼 是來自業外的 我就不會土地 還是我就不會大樓 那就不算 那沒用 那都是本業斷線 哇 對 而且來講怎麼樣 輕薄短小 他從55.8億 減支成7億 然後再配合現金增資 變成大概9億的股本 那9億股本 其實他是很輕薄短小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來講 就代表什麼 公司很好 第二個來講 因為要增加這個所謂的一個 這個 接這個電 他需要資金 所以他還要辦什麼 12塊 的一個現金增資 預估來講大概是 4萬張 哇 4萬張來講 大概就4億的股本 12塊 現在股價也才15塊 你看那個雅信說要辦現增資 事務40塊 股價要漲到150幾 代表說公司需要資金 代表公司的企服心夠大 那配發現金股息5元 所以你這樣給他想起來來講 配發現金股息如果0.5也看起來不多 股價才多少 15塊多 所以像這一種 就是一個很長線的 而且他電廠一旦蓋好之後 每年可能就是5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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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賺進來 這麼好 那每年5訂賺5塊你看看他的 欸 就是只是現在這個案子 那以後來講 全台灣的案子 其實不曉得還有多少 對 那率先取得案子的人代表他怎麼樣 他的技術 就是優秀嘛 他的第一個優秀 第二個國家認可嘛 又有台電跟這個台素的副爸爸 你如果沒有看台電民主你也要看這個台素民主 你沒有看台素集團民主你也要看台電民主 所以他是最好的 所以我想就是說 當然比較穩健 而且他是國家 對未來我們國家最重要的一個發展方向 就是在綠電嘛 那重中之重就是一丁共生嘛 那這個樂視又是一丁共生裡面的一個所謂的一個 這一個霸主嘛 對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投資本可以去研究啦 那所以說這樣研究起來 我覺得樂視 以目前這個價位你0.5才一塊數 欸 現金鼓勵殖利率也高啊 是啊 對不對 也有3% 4%左右啊 那比你把錢放在一腦要好很多嘛 最重要是國家在支持 最重要是跟著潮流跟著趨勢走 對 真的 好 非常謝謝師傅精彩的分析 謝謝 好 觀眾朋友們 今天呢 師傅跟我們講的這個題目 其實很寬廣 就是我們說要順應這個國際潮流 那國際潮流是什麼呢 是綠能 綠能我們還講到了 所謂現在最夯的國家政策 餘電共生 那麼剛剛師傅呢 解釋了餘電共生是什麼 它的效益是什麼 那還有包括國家隊 師傅也介紹得很詳細 那尤其問這個操縱名建議的時候 師傅給了我們一些建議 就是呢 這個樂視呢 現在呢 表現得相當的不錯 而且呢 不僅呢 殖利率高 然後也有技術 也有土地 好 所以觀眾朋友們呢 如果你還有相關的問題的話 記得可以掃一下 我們老師傅的QR Code 加入Lyot 師傅的QR Code 是小老鼠 GOOD101 少了之後呢 有任何問題呢 師傅有空都會親自回答您 最後呢 一樣喜歡我節目的朋友 歡迎在臉書 還有YouTube上 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那麼記得開啟小鈴鐺 感謝你的收看 那我們下星期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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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妳一樣 我是有空 我 跟妳一樣 可以 跟妳一樣 感谢观看